刚刚收到的好消息是第一批15万剂的莫德纳疫苗将在明天下午抵达台湾 不过现在目前已经在台湾的这最新一波的41万剂AZ疫苗如何分配呢 首天先释出了15万剂 在今天已经陆续的进行配送了 不过在指挥中心公布的配送数量当中 其中的重灾区新北市只配到了1.8万剂 比高雄的2.1万剂还要整整少了3000剂 让不少的网友都替新北医护报区认为说太不公平了 不过指挥中心也解释了 这次的疫苗调配主要是根据各县市第一类未接种人数的六成去计算的 而高雄未接种的人数比新北还要多 所以才会配得比较多的疫苗 而对此新北市长侯友宜则回应尊重中央的分配 但如果有多的当然希望能够多分一点给新北市 热腾能到获得AZ疫苗快速清点确诊数量之后 就赶快放进冰箱保存 等待28号正式开封施打 新一波AZ疫苗首批先释出15万剂 不过重灾区的新北却只分配到1.8万剂 竟然比高雄整整少了3000剂 不论上面上面怎么分配 我们都是相当希望所有台北跟新北的医护人员 一定都要全面施打 因为现在有非常多的跨科支援的状况 双北市疫情紧绷 外界把疫苗当成救命先丹 但在指挥中心公布的配送剂量中 台北虽然配得22200剂 全台最多 但新北只有一万8000剂和桃园相同 台中则有一万7500剂 台南一万3000剂 而高雄却有两万1000剂 比个案数持续暴增的新北还要多 让网友都替新北医护报不平 双北跟双北以外的地区 他们第一类的人数里面 还没有接种的六成 他那个比例去算的 北市来说 当然我们现在的3.2万的医护同仁需要失导 那目前只进来1.8万 还欠1.4万 我们尊重中央 但是中央考量双北的疫情 然后如果有多的就给新北市 非常时期 全台医护都想打疫苗提升保护力 让分配规则是否公平 备受关注 解冻不到